一個三千到五千喔 價錢這麼好 那這個我挑幾個哈 算便宜讓我哈 今天再到鳳山古岸來看看 它這邊都有一些老東西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看一下它桌上 有幾件新帶過來的老東西 我看這是一間竹製的香桶 這刻的是一個松下的四君子 這刻空還不錯 不過沒有落款 那這間開價多少 16萬啊 不錯價錢很好 我們再看到 這是一間茶葉館 上面刻的是韓山石德的一個紋飾 那韓山石德是兩位人民 是唐蓋有名的一個禪宗的師聖 這個仁入文詩裡面 這個韓山通常是拿著經典或是團膳 然後石德這位師聖拿的是少本 兩個人看起來神態很癡狂 但是帶有一些禪味 這個在日本這種文詩風格很受到歡迎 我們談到這兩個人鹿是韓山石德 但是在中國 它就是我們常見的和和二線 通常它的人鹿文詩 一個是拿著荷葉 另外一個拿著一個荷子 象徵百年好和 這種並低臉 多子多孫的玉玉 上面刻的是無枝板 這是一個清代康熙的一個有名的竹雕家 不錯啊 科工不錯 上次有介紹一個香筒 後來也賣掉了 恭喜啊 我們接著看一下 它這邊有 大概有將近十個的一個青花的小杯子 這看起來 都是一些沉船的一個出水池 這個品項上 這稍微有一點點受到侵蝕 或是有些小科普 那看它這種風格 大概就是在清康熙左右的一個風格 那這一種莫彩就比較少見 通常比較常見的是 類似這一種水晶又比較多 沉船的一個出水池 在東南亞區域也出現了不少 不過像類似這種小的一個杯子 很受到歡迎 價格現在也不便宜 這種一個要多少錢 差不多三千四五千 一個三千到五千喔 價錢這麼好啊 那這個我挑幾個啊 算便宜讓我啊 今天買到這四件小杯子 特別的高興 三件我收起來了 那這一件啊 那個黑胎的 相當的少見 特別順手拿出來把玩一下 我們大概找個地方 好好來說明一下這四件的來歷 跟它背後的一個故事 看這邊有一個台糖冰品 我們進來裡面吃個冰 過來啊 點一顆冰淇淋來品嘗一下 剛才先吃了兩口了 然後接著 我們就好好來欣賞一下 這四件青花杯子 店主有說到 這一批貨來自於越南 這讓我想起 在1992年的時候 大概距今有三十年 在河南的阿姆斯特丹 有舉行 這個一批叫做 頭頓船後的一個出水池的拍賣 那這一次拍賣中 大概拍了兩萬多件的一個瓷器 總共賣了七百多萬美金 那頭頓船後 是在清康熙中期的 一艘開茂船的一個出水池 你會看到這裡面 有幾個這種文式特徵 是康熙很典型的這個特徵 包括這個 世紀摺紫花卉紋 包括這個景紋的地方 還有這一種開光的那個摺紫花 那還有這一種 和堂青去的文式 另外這個景紋 這種青花留板 然後青花經過渲染 也都是 潸溪草文式的一個特徵 我們接著來看這一件 這個黑幼的小杯子 這種黑幼 叫做烏金幼 它是以氧化鐵為橙色劑 那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劍別的特徵 看一下它接近底部的地方 還有看得出來 有一些這種紫金幼 也是它燒造的過程當中 這裡的溫度是比較低的 接著我就把這一件 黑幼的青花小杯子帶回家 那同時在浴室 花了150塊錢 買了一個撞板來做展示 這個也是收藏過程當中 一種小確鮮 那你可以看到 我這個書櫃 我多做了一些隔板 這種隔板 是台灣的黃筷木 也就是Hinoki 它會散發一種淡淡的檸檬香 那為什麼我要多做這種隔板 你會看到 這裡面有很多的盤子 這個就是我個人的收藏篇號 那你看這一種盤子 就很像一幅畫 這是一個雍正的粉產 這裡面的一些產品 我後面都會陸續 來做一些介紹 我是收藏老 歡迎點擊關注我 我露臉的話 好像說視率會比較高一點 呵呵